要结净祂的场地 就是神的家 祂就将墨子收在仓子里 这个墨子是好的 这是属于神的 跟从神的 就放在仓里面 将这个康用不灭的火烧尽 那些不是有神的生命的就会烧尽 所以圣经是很清楚说的 没有结果子的就怎样呢 就烧尽的 放在地狱里面 他们是不得救的 有些人说信耶稣 他会回到教堂 但他回到家的生活 跟普通人一样 他没有改变的时候 他是不得救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 你是不是有结果子的 你是不是得救的呢 我们不是靠结果子得救 我们是靠信耶稣得救 耶稣是赦免我们的罪 将永生赐给我们 但当我们有耶稣 我们就一定信心就会产生果子了 那你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果子 然后在路加坊第十三章 第六节至到第九节 耶稣也说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非常严厉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于是用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果无花果树 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着 就对管员的说 看啊我这三年 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他坎妙白 何必达占地土呢 管员的说 主啊金面且留着 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坟 以后若跌果子跌霸 不然再把他坎妙 那这里讲到呢 就是他将火无花果树 种在葡萄园 一个很漂亮的葡萄园 就是在一个漂亮的地方 不是在一个肥的地方 不是在一个枯干的地方 就是说到神给我们 是很多恩典的 神的话语 神的圣灵 神透过祝福我们 神其他顶姐妹的分享 是鼓励我们的 在一个很漂亮的圆子里面 种了这棵无花果树 种了之后 你种无花果树 你不是只想看无花果叶 不是只想看无花果枝子 你想看有没有无花果子 那他找的时候 没有果子 一种了棵树 没有果子的呢 他就说 他说我三年了 种了三年 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 找果子 但是找不到的 不如将它 斩了它 何必百战地土 其实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里 把他坎了白 何必百战地土 再读一次 把他坎了白 何必百战地土 那棵树在那里 生都没用的 就是 亚住的地 都不生出果子出来的 这个管员就求他 他说主啊 今年留住 等我到处挖开 加一些肥料下去 然后结果子就算了 否则就将它坎了 最终都是要看有没有结果子出来的 如果他没有结果子的时候 这棵树是没用的 他根本对别人有益处 他生命没有改变的 那时候我在仇留院 有个教授 他说一个很简单的 说一件事 他说你买辆车 那辆车要来干什么的 要来走的 要来开的 要来坐的 如果你买辆车回来 是很靓很靓的 一辆很靓很靓的车 你买了之后 但是这辆车是开不了的 停了 那你就说 那辆车都挺靓的 很靓很靓的 这辆车是很靓的 那我又能坐在那里 停在那里都可以了 那你会不会这样说呢 你不会 你现在说 有个搞错的车 这么贵的车回来 不能走的 当然要拿回去换 当然要拿回去弄 同样他说 我们神做我们出来 是为了叫我们行善 我们是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原来在伊弗索斯第二章 我们讲到 神做我们出来 我们是要来行善的 就是用筷子 你买回来的筷子 是用来吃饭的 如果筷子夹东西 软突突 夹不起东西 那这块筷子你都会扔掉 你放一样东西是没用的 那个钟 钟热快就行 钟热慢就行 这个钟是没用的 就是凡是一样东西 都是有一个功用在那里 就算很简单 就算人的关系也是 如果你的老师是不教书的 那你上学 每天都坐在那里 他就猛样在那里 说笑 但是永远都不教书的 那你考试 每个学生考不了的时候 那学校都会说 这个老师做不是 那些学生 每个都考不了试的呢 那甚至父母都是 如果父母 永远都不照顾子女的 那政府都会干涉的 那些子女如果他干涉到 那些子女没有人理 又跌到街 真的有 香港有些小孩跌到街 那些子女的父母没有理 有发生不同的事 有火警 他没有做到他的职责 这样的时候 这个父母就是一个失责的父母 那我们这一图呢 神做我们呢 因为神救我们 就是想要救其他人 我们就有一个功用了 就像车子有一个功用 如果我们不发挥出的光辉 世人就看不到 很多人说 他说我不信耶稣 因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行为不好 就是看不到他们的生命改变 那我们的行为很大改变 那我们先到电影 就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那首歌很励志 也有几首这样的歌 另一首叫做 《勇敢的中国人》 这首就叫中国人 有人听到五千年的文化 我们一样的血汗 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我也以中国人为傲 我是以中国人的好的特质 我以我自己是中国人为傲 我也因为很多好的中国人为傲 中国人是很有感情的 关系是很深的 但我们看到近代的中国人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你说 为什么会做一些策策 用筷子做完就不能吃的呢 或者吃得都没有 或者吃得都不吃的 但是我都不知道吃什么 事实上很多人做了这些不好的事 那些什么法菜 他们研究过很多 那些鲨鱼那些鱼刺 很多是假东西 有多少药材是假东西 实际上你不知道 他会制造一些这样的事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你很快就知道是有问题的 我记得一次我去大陆的时候 在巴士站我们就饿了 有个人就 就是整锅的饭 看到它好像排骨饭那样 有饭有菜 那我就要了一盒 上车就坐定 那车就开车了 我不知道它的timing 算得怎么样 一车一走 一格 咦 为什么全部骨 就是好像 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骨 好像有肉 好像 就是看来好像有肉 但是没有一粒肉 就是我还没吃干的 就是还没吃过排骨饭 是完全没有肉的 是只可以的 有一个白饭 事实上那些白饭 我想想想 真的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饭 真的你都不知道它怎么样煮饭 怎样煮饭 有没有洗过 就是真的用什么水 或者它洗完碗的水 就放进去煮饭也不一定 就是如果它既然做到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 可能它洗了一盒 就长一盒 放进去煮饭 就卖给你吃 就是要想想 以后 真的你周围 在街上 都在很多档口卖食物 做到那些是什么食物来的 事实上真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 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思考 我们不要出声了 其实我最近好几次 我打电话去巴士公司 他们都知道我有记录了 巴士公司 我看到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我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人排队 上巴士 等着很久了 便来一架 便上了巴士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后面又有同一架巴士 不是一次 是连续 也有晚上晚上 等29号车 29号车晚上很久一觉 半个钟头一班 又冷了 坐在那等一等 很多人整个车都等 全部都等 它明明是写着半个钟头一班 在晚上的时候 不知道几点之前 半钟头一班 等了整个多钟头都没有车 一来是两架车 我知道什么事 我都跟别人聊 有些人说 根本他们坐在那边聊天 坐在咖啡店里聊天 聊天聊天聊天 聊天聊天 聊天聊天聊天 聊天聊天 开车了 一起开车 即是说他们不是想着 其他人怎么样 他们是想着他坐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享受